新田区长王美越年底任期届满 将转战跑到进军市议会 16号上午在新田北新路成立竞选总部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特地前来祝贺 并且呼吁选民继续支持王美越 让服务可以延续 而拥有九年地方首长经验的王美越 深耕在地 经验可算是非常丰富 他的参选也让年底的选举更加的白乐化 正耳欲聋的锣鼓声人声鼎飞的现场 祥师先锐为王美越在北新路上的竞选总部 带来了热闹的气氛 新任新田区长王美越年底转战市议员选举 16号上午成立了竞选总部 祥师献上高票荡选 荡选的呼声不绝于耳 而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特地前来祝贺 他形容王美越就像是鸡婆的婆婆妈妈 热心肠的服务态度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管透透 希望选民能继续支持王美越 让他的热心服务能延续到市议会 对于我们新店大大小小的事 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鸡婆 非常的热心 这个就是一个妈妈的心情 然后他提出来说 希望延续这样的服务 在区长任满之后 能够到市议会里面 为我们所有的大文山地区 新店的居民 新店的好朋友 继续来服务 随后朱立伦为王美越披上竞选彩带 并拿着象征好彩头的凤梨和菜头 高举双手呼喊着当选口号 让现场气氛高涨 另外立法委员罗民财也大力推荐 他表示王美越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对于地方事情辽若执掌 只有这样勤跑基层的人 才能够替地方做事 从基层站起来 他知道基层需要什么 大家的辛苦 推动的事情 对老人的照顾 对里长里民的 他辽若执掌 因为从过去市长的任期 到区长的服务 新年是69个里 可以说是走遍遍 怕套套 握遍每一双的手 王美越表示会转换跑道 除了是因为区长任期届满 最大的因素就是还有许多建设 必须持续的推动 所以期盼能够在乡亲的支持之下 让他有机会为地方服务 谢谢我们新店市民 我们新店区民支持美越 这九年对行政的推动 因为有部分的行政的延续的问题 还没有完成 所以美越在乡亲的协助之下 让美越能够再转任市议员的参选 希望乡亲能够支持我 身为国民党提名市议员候选人的王美越 从市长到区长 在新店拥有九年的地方首长经历 深耕地方 再加上现有行政资源优势 在这次的选举之中 是其他候选人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随着竞选总部成立 也代表着年底的选举进入白热化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